今集晚半拍鞋评会讲一下Kaiwi 5,6,7代性能上的分别 我会从爪地、鞋身锁定、缓震这三个最重要性能 去比较这三对鞋 首先会讲一下爪地 三对鞋当中我自己最满意就是第六代 原因我估计是因为第六代鞋底比较窄 纹露也设计得有针对性和细密 鞋底和地面的接触面少了 其实会令鞋压在地面的压力增加 如果小的接触面有足够的纹露 那爪地力一定会好 再加上对鞋的鞋底窄一点 感觉上急停、变向、反应都会快 这都会令你觉得对鞋的爪地力挺好的 那说一下第五代有什么不好 第五代比第六代鞋底窄一点 但是鞋底是圆一点 其实圆一点鞋底也会令鞋底和地面的接触面少一点 压力会增加 不过缺点就是 爪地的纹路和地面接触太少 都可能会咬不住地 还有第五代 鞋底的橡胶 和第六代好像有点不同 爪地的效果是没有第六代那么好的 无论在室内场也好 在街场也好 谈谈第七代 第七代的鞋底做得比第六代更平和闊 不过纹路做得更疏 理论上也是一个可行的设计 不过可能因为整个鞋底闊了 就感觉上急停、变向 反应好像慢了 好像没有第六代那么灵活 不过第七代的鞋做得更轻 也能补偿一点灵活度 总括来说 这个爪地的环节 第六代我自己觉得是最好的 第七代排第二 第五代最差 之后就谈谈鞋身的锁定 我会集中看看三对鞋的设计 如何加强锁定鞋 首先谈谈第五代 第五代用了一块叫做暴形草的蓋 用来压着脚面比较中间的部分 这个设计是没有其他鞋身上见过的 也算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设计 而它的锁定效果我自己都觉得相当不错 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 不过它另一个部分就比较败笔 就是它脚跟的位置 它脚跟就用了一个内置的TPU的杯 不过它后跟鞋的位置就做得比较软 而且有一些粒位 其实对亚基里事件的保护是差点的 我试过就向前做急停做JAP的动作 刚刚地上有点沉 这样就滑了一线 那脚的压基里事件就压伤了 所以这个位置是扣了一些分 谈谈第六代 第六代的锁定是三代之中我觉得是最好的 首先看看脚面最前的部分 有两对尼龙带的鞋带洞去锁住你的脚 但是它也不会阻止你前掌的屈曲 那脚面中间就有一条软胶的魔术贴 用来锁住你的脚 那再留心点看看 其实它在魔术贴上面的鞋带洞 其实都加了软胶 去加强锁定力和捉住鞋带 你看到它鞋面锁定的范围是最多的 那之后再看看它的鞋带 它的鞋带用了一个更大 更夸张一点的外置的TPU杯 用来顶住你的脚带 而且延伸到差不多到你的阿基尼斯结 那它整个鞋带的鞋带都是做得比较高一点的 它基本上是高过你的脚硬 那基本上穿这双鞋 你的阿基尼斯结就没什么机会会弄伤的了 第七代 它的鞋面就为了减轻重量 它就用了最少的比较硬的物料 去锁定脚的 它只是在最前面那两对鞋带洞 做了一些加厚的人造皮 等你拉紧鞋带的时候 将前掌押住 它的鞋底当然 外侧也做了一些上方 形成了好像一幅墙 那这样 防止你的脚腕移的时候走位 其他鞋面的部分 都是一些工程网布 你要锁到脚很实 就要靠鞋带绑到很紧 它脚跟的位置 都是用回第五代 内置的TPU 它是鞋领的后端 都会似回第五代 会比你多一些屈曲的空间 但它就会多了少少海绵 顶住你的亚基尼斯件 那总结鞋身的锁定 第六代是最有安全感的 第五代排第二 第七代我觉得相对没有那么有安全感 最后很快地说一说换阵 三对鞋 其实都是前掌用了Air Zoom Turbo 这个气囊 它们三对鞋 最大的分别只是一些中底的材料 和形的分别而已 留意它第五代至第七代 它中底的泡面 是做得越来越远 和越来越薄的 我想它这样做 都是想做到鞋 是越来越贴地 但是呢 又越来越 不会令你觉得震脚的 那看回第七代 第七代的鞋底 其实它整体都做广了 所以就算你用脚跟 放下地 都有一个射力的效果 而且它做得再薄的 中底的泡面 它都会令你更容易感觉到 前掌的Air Zoom Turbo 所以缓震上 我觉得第七代 是明显是好些的 第六代 鞋底比较窄些 虽然它的中底泡面 都挺软的 但是效果都不及第七代好的 第五代 三代之中的中底 就做得最硬的了 如果你不太用力 放在前掌上 其实前掌回弹的感觉 相对没有那么明显 缓震这个环节 我就会比七代最高分 六代第二 五代最弱 就这三个範图 三对鞋的评分 第六代最高 第七代第二 五代最尾 不过如果你问我 最想穿哪一队来打球 我可能都会选回第七代 因为我很怕 第六代的魔术贴 一来穿的时候 步骤更多了 第二 就是它常常会 黏爛一些鞋带 你不想黏爛一些鞋带 穿的时候就要很小心 第五代 暴形草的位置 其实穿和鞋 都是有少少不方便 调校鞋带也是有少少不方便 七代始终是轻便 穿的衣浴会大一点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对这三对鞋的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问我 我测试一款蓝球鞋的时候 有时会多买几只颗色 和不同的马去试 试完不适合心水 或者车马不适合 便会便宜点买出去 下面有一条carousel的连续 大家可以留意 有没有相关的产品出售 另外我以前有一些 籃球鞋的评测 就在IG那里写的 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follow我IG那里看 多谢收看 请like share comment 和subscribe 好了 拜拜